网路上的资料瞬息万变 不过如果来源不是你的话 将来可能会有一些 如果它来源部分变动的话 可能你将来要抓就会有问题 像我本来要讲的网页 本来讲大乐透的网站 它结果网页改版了 所以我本来要抓它的 现在只能再改其他的范例 所以我们干脆讲其他 就是我上Python课程 其实也请同学去抓的东西 其实无论是VBA VuanExcel或者是Python 反正他们主要就是要解决我们的问题 抓资料的问题 比如说我今天有个需求 就是像台北市政府 其实或者是各政府 都有什么开放资料 所以你就打关键字叫什么开放资料 网路上就会有一堆开放资料 所以你会打开放资料 这个资料的话 网路上就一堆了 有公有的有私有的 那政府有开放资料 Open data 这有台北 台北的还有新北市 各政府都有 比如说以新北市来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一进来 它就是叫什么台北市的资料大平台 里面有什么资料分类 我们看所有的 那你会发现所有的里面 上面这边所有的 它有一堆 有没有捷运的 什么一堆 那里面总共我记得好像几千种 但是我们可能跟我们这个刚刚练习 比较有关系的 其实就是CSV 那CSV里面的话 等一下你们可以找一下 这边有CSV 总共有500多种 OK 其实我们当然没有那么多时间 不过你们将来如果想要多练习的话 你可以拿这个 然后选这个CSV按Enter 当然其他还有其他格式 我们主要是CSVEnter Enter一下 已经进去了 已经进去了 没有啊 它这还有其他格式 我要按30 对对对 这设计 所以这个UX做的不是很好 好 OK 底下按一个筛选 它就出现了 所以你会发现格式全部都CSV 其中的话 当然我找半天 我发现有一个 就是可能比较接近我们可以用的 就是食衣住行 里面的话有那个吃的码 所以吃的里面 我是把它放在这边有一个公有 那个零售市场 有没有 所以你就点这一个 理论上进去就是我们刚刚这个台北市的那个 公有零售市场行情 那里面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显示更多 有没有 那使用这个其实也不是很重要 点开来之后的话 主要 我们需要的东西在哪里呢 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下载 然后有一个什么智慧图 有一个预览 预览的部分的话 你会发现 它会点开来之后 会给你一个所谓的资料 存取网址 也就是这个网址 你如果把它怎么样 把它点开来的话 复制之后 假设在这边把它贴上 直接执行好了 它会怎么样 直接就帮你下载了 那下载之后的话呢 当然你把它开起来 它就是一个CSV档 会用以色列来开 可是如果我今天我不是要这样 我希望 我希望可以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最一个按钮 按下它 自动帮我把资料放过来的话 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 就等于是把刚刚程式 直接拿来改一下 应该也不用改太多地方吧 你们试一下 画面前的黄米哥 所以可以看一下 云端白板上面的第二个单元 下来的话 特别注意有几个地方要注意 第一个就是来源 然后呢 特别注意 它这边虽然写的UTU8 UTU8指的是它编码方式 你想说老师 那编码方式 这什么意思 这U的话指的是unicorn 那编码方式标准是 理论上如果是Google 非微软阵营 通常都是用这种UTU8的格式 那目前只有微软 它跟人家不一样 所以其实会造成乱码的 最魁祸 也不知道 就是跟源其实就是 微软就是跟人家编码方式不一样 那你怎么知道编码方式不一样 我刚刚 第一个你可以把这个网址的资料 先把它怎么样 先让它下载 所以我们刚刚有把它下载一个 第二个的话你可以 在资料载中显示一下 然后怎么知道说 它的编码方式是不是 是不是UTU8 还是微软的所谓的big5 那你有一个简单的方式验证 如果你点两下左键 它是开起来 但特别注意 请你按右键 右键之后 请你按下编辑 它会用记事本 因为它CSV就是文字档 OK 那你想说为什么我按编辑一下 或者你用开启档 好像用记事本也可以 我看编辑是不是用那个编 我看 对也是 或者你按右键另外一个方法 开启也可以用记事本 两个方法都OK 怎么知道它的编码方式都OK 其实这边的话有一个比较快的方式 不过你看一下你会发现 这里面好像第一个它逗点 都是逗点隔开 这个应该没问题 第二个的话逗点 不过它这边好奇怪 这边为什么多了很多的空白 OK 所以其实应该 假如说以前的话 我们在手动再把它取代 不过其实你BBA如果写好 甚至你可以自己再加一个取代功能就好了 你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replace的函数把它取代掉 好那接下来最后 我主要关键说 那个编码方式我怎么知道 其实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 档案什么 另存新档 另存新档之后的话 请各位看一下 它这边就会显示编码 那其实跟各位讲一下 大概百分之 我的经验里面大概95%以上 大概就是两种编码方式 一个就是什么 你们现在看到ANSi ANSi其实指的就是什么 指的就是微软的那个编码方式 所以在繁体中文下就big5 big5 它的编码就950 950 另外的话 底下这个才是UTF-8 所以会造成乱码 就是说 如果像Google都是用UTF-8 或者其他阵营像Oracle 或者其他的软体 非微软的都用UTF-8 但是微软都用ANSi 不过新版好像又变成unicode 可是它又跟人家用的unicode 标准又不一样 还是乱码 所以基本上大概会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档案它是ANSi 也就是说我将来可能如果要下载正确的话 需要改两个地方 所以刚刚那个程式 我们那个CHP这个程式 我把它复制贴过来 需要改两 改三个地方 OK 我们DEMO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我改完之后 我先按了UTF-8 第一个先把资料清空 要改哪些地方 第一个 当然这个位置一定是不一样 所以我刚刚这个 这一串本来是 从Google那边下载的 所以你把它改成什么呢 改成从那个我们刚刚那个新北市政府 刚刚这个 应该这个 从那个什么预览这边好像可以找到 预览 有没有 点进来 就把这个直接贴上就好 但是这个讯息是错误的 其实它给我们错误的线索 所以如果你没改刚刚的地方 下来都没有乱 OK 这第一个要注意一下 它其实是那个Big 5 那首先第一个改这一串 第二个的话改哪个呢 改这里面这个有什么 TESER File的什么 Pattern Form 有没有 那这个Pattern Form 其实指的就是什么 编码方式 如果是UTF-8的话 就是它刚刚录下来的 刚刚录下来 应该是这个 65001 这个是UTF-8的 这个Pattern Form的编号 它没有用那个 那如果是那个Big 5的话 那就是950 OK 所以这个可能要改一下 1改这个 2改这个 3的话改哪一个呢 改array后面 那这个后面有几个1 主要是跟什么有关呢 跟你有几栏有关 所以如果说呢 它刚刚我们 如果你下载的话 它里面是下载 总共这么多栏 所以它一个1就表示一个栏 那因为我们这个 零售市场里面下载的资料 总共才5栏 所以你就留下5个1就可以了 其他应该就OK 其他都不用改 OK 所以改1 就是你的那个来源 2的话改编码方式 3的话呢 改你有几栏 3个地方改完之后 就大功告成了 我们来试一下 有个卡 基本上 这个已经清掉了 然后呢 再去 连到它之后的话 那编码方式设定一下 其他 不改 然后再来就是 我只要里面的5个栏位 OK 如果说将来 某一栏你要隐藏的话 我印象中好像是改成9就好了 比如说你最后一栏 你不要显示 好像可以改成1跟9 这个你们可以再试一下 因为这个 我之前好像有印象有改过 然后再来的话 底下 最后把资料抓下来 就refresh这一行 refresh一下 OK 这个时候它就真的到网路上抓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很快可以把它抓下来了 OK 其实你说这个动作 其实将来在写python也是这样写 而且python写的可能还比这更复杂 python里面还没有这些这么简单 python可能做一堆事情 也是一样 只是把网路资料抓下来 但是我觉得VBA这部分 其实是相对比较简单 特别是要改几个地方 可能要待会注意三个地方 一 这个路径改 二的话 如果你看到是ansi的话 记得改成950 OK 950 如果说呢 它原来是utl8的话 记得是65001 这个可能也不用备了 但你将来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记一下这个 最后就是说你有几个栏位的话 那就是array后面呢 你就给它几个1 它就会帮我把资料抓下来 OK 那抓完之后的话 当然你要统计 我是觉得在那个什么呢 就是eSale里面最方便的地方就是说 如果你要统计里面 哪一个 比如说什么 哪一个品名在哪边买最品 比如说最近那个什么 轻松特别贵 它应该去哪里买 对不对 你可以用这个来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我是觉得 你可以把eSale当成资料库 资料库也是用查询 筛选实际上是资料库里面Sale 比如说我假设希望知道哪一个轻冲 最便宜的话 1先筛选轻轻冲 2的话呢 应该留下什么 留下再排序一下就好 比如说我今天就按照A到Z 或Z到A A到Z 马上出现了 不过筛选有个功能 比较不如那个 就是枢纽分析表 因为它没有group 没有群组功能 不过至少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边可以有最后的结果 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的那个程式稍微做个修改 只要改三个地方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对不起 不过筛选